眼中放出灿烂的光辉,兵皇自语道,对,不能让你走,堂杰,你给我留下来,无论如何,我不会让你离开的。 说着,他竟已经扑了过来,双手一扬,射出道道斯线,这正是他修行玉女兵心诀修出的琴线。 兵皇修的是斩情之法,但这斩出来的情思却并未抛弃,而是隐藏于内心深处,直至此刻全部释放飞向堂杰。 堂杰虽不知这是何物,却还是感觉到了一丝莫名的威胁。 他不知这威胁的性质,但还是被这威胁震怒了,哼了一声, 兵皇,你太过分了。 随着这哼声,轰的一下,一股气浪已从堂杰深周炸开。 那丝情思,为己尽身,就被堂杰震退,全部打回到兵皇身上, 伴随着强大气劲,将兵皇震飞出去。 轰隆隆,小物碎裂,兵皇惨叫一声道飞出去。 堂杰这才意识到自己本能回击,出手可能有些重了。 兵皇虽已是化魂,但面对堂杰这一下,还是不免重伤。 他正想上前看看,却想到自己这一上前,只怕兵皇又要扯出自己不松手了。 他虽然重伤,但到底不会死,以他的本事自可恢复。 想到这儿,他停下脚步,冷道,只此一次,下不为力,否则兄妹之情,亦要断绝。 由兵皇出手之故,堂杰的语气也破天荒地凌厉起来,这才一挥袖子离去了。 眼看堂杰就这么离开,管都不管重伤的自己,兵皇的心都碎了。 堂杰,你好! 他四声大喊起来,那一刻,所有的屈辱,痛苦,心伤,在这一刻尽情爆发而出。 一想到这些年来,自己为了堂杰苦守在这地下世界,为了讨他欢心用尽了心机,为了他不惜尊严主动求爱,却遭遇这般凌辱,甚至出手重伤自己后,弃之不顾。 凭什么?凭什么?凭什么你堂杰可以如此置我的感情于不顾?凭什么他许妙然就可以拥有你?这个世界对我何其的不公啊! 此刻,种种遭遇其上心头,主般想法咒聚心田,耳边更有姬瑶仙那梦幻般的魔鬼呢喃。 在这种种打击下,冰黄的心海终于被愤怒、嫉妒、仇恨、悲伤等种种负面情绪填满。 那看不见的心海深处啪的一声,似是有什么东西破碎了。 一片黑色能量在冰黄心中迅速蔓延,这些黑气很快就充盈了冰黄的全身, 部分黑气更是从他体内阴晕而出,就像是在冰黄的身边缭绕出丝丝的黑烟。 于是,四周围大片魔气汹涌卷来,涌向冰黄的身体。 这一次,他没有再拒绝,而是尽情地疯狂地吸纳着黑色魔气。 无尽的魔气涌入他的身体,冰黄的面目开始变化。 他的皮肤和头发变得雪白,双眼变成血红色,背后更生出一对巨大的黑意。 冰黄仰天发出痛苦而愤怒的呼啸,人界无情,我自入魔。 唐杰,是你把我逼到这一步的,终有一日,我要你为今日所做的一切付出代价。 回到七侠,唐杰没来由地松了口气,就像是甩掉什么负担一样。 冰黄对自己的感情,其实他早就知道,只是一直以来,他都会克制住。 因为他了解冰黄的性子,其实这姑娘的本性是偏孤朗高傲的,如果唐杰不开口,他应该是那种永远也不会开口的性子。 只是不知道为什么,这一次会如此反常,更是如此激烈。 或许是长久的压抑让他如此失态,也可能是长期身处魔界之土,受魔化影响。 唐杰有心劝他离开地下世界出去走走,但想想,现在的情况不适合见他,还是等过了玲珑之战再说吧。 如今,玲珑之战的压力已占据了他全部的心田,实在是乌暇在思考其他。 回到逍遥店,许妙然已经在等他了。 看到唐杰,许妙然迎上来,可都疼了。 唐杰点头,是啊,不过接下来的日子,我又要闭关消化今日所得,怕是又没法陪你了。 许妙然笑道,这种事又不是一回两回了,我已经习惯了。 说着,已经依偎到唐杰的怀里。 唐杰就这么抱着他,两个人搂在一起。 片刻,许妙然突然说, 此战之后,我们要个孩子吧。 既然想要,何必等到战后,现在就努力便是了。 唐杰笑道,一探手已将许妙然揽了起来,向着那殿内飞去。 山后风起,呼啦啦殿门关上,自是一世春色。 时间过得很快,很快便到了约战之日,天平山。 今天的天平山格外的热闹,来自四面八方的修者云集于此处。 一百五十年前,唐杰冲击子府,轰动七侠。 五年前,唐杰冲击华神,在镇乾坤。 如今唐杰第三次将世界的目光集中在自己的身上。 这一次却不再是与天斗,而是与人斗。 与七侠界公认的帝先之下,堪称第一子府的玲珑先尊斗。 此战意义非同小可。 若玲珑先尊胜,那么二百年来,喜悦派的崛起气势便到此为止。 所有一切皆是浮云。 若逍遥天尊胜,则喜悦崛起之事再无人可挡。 天平山上万修云集,人头攒动。 远远望去,也不知道有多少人在等着这京市一战。 有那性子急的,不耐烦道,哎呀,怎么还没来啊。 便有人接口道,哎,别急别急啊,开来的时候自然会来。 说话的时候,就见远处祥云锐起,一片霞光自远处洒来,若蓄日初开,照亮大地。 在这片霞光中,一辆划车破空出现。 就见此车通体由墨浴制成,顶端滑盖五彩云集,拉车的是九条琉璃火蛇。 琉璃火蛇乃是一种火蛇,通体透明,性喜食火,其骨血皆为其真。 在七侠界早已是绝品妖物,此刻,却是一下就出现九条,且是坐拉车之用,手笔之大可见一斑。 墨浴车上摆着一连台,那连台由白玉制成,与车身一白一黑,正是相应成趣。 每一半连尖上还闪烁着璀璨的金灰,望之目眩神迷。 连台上端坐一人,手捧净水瓶,神情肃穆,宝像庄严,犹如一尊大士,与人顶礼膜拜之感,正是那玲珑仙尊。 在他身后还站了一名小女童,看似年纪不大,神情肩却老气横秋,充满了自傲。 墨浴车至天平山,透停下,那垂罩女孩一长声道, 责服以下,所有人等离开此地,不得观战。 什么?千里迢迢来到这儿,只为观战,竟然不许观看,简直是欺人太善呢。 众修历时喧哗起来。 然而欺便欺了,真欺负你了,又能怎么样啊? 任内众修如何抗议反对,愤愤不满,该离场的还得离场。 出窍天尊的意志不是他们能够违抗的,无数天涯海阁弟子蜂拥而来,驱逐众修,离开天平山。 有那头脑灵活的,已猜到,这恰恰说明玲珑仙尊在此战极为善重。 如果唐杰是普通弱手,他玲珑仙尊一个巴掌就能拍死,根本就没必要如此作为。 怕就罢,唐杰难缠,一旦打得久了,不管是胜是负,与玲珑仙尊都是形象不利。 否则就算赢了,日后说起来也是玲珑仙尊费尽九牛二虎之力,不惜自身重伤,口吐鲜血,壮若蜂羊,仿艰难战胜唐杰,更有那种种不堪之处。 今日一战,玲珑对自己的胜利并无任何怀疑,能够担心胜后形象,已是对唐杰最大的重视。 至于说子府不敢,那是因为实在没法敢,而且子府修者自持身份,量来还不至于在意这点口识之事。 不过,也有些人不是子府,同样不能把他赶走。 唐杰是我的夫亲,怎么我夫亲作战,我还不能观看了不成? 许妙然柳梅道书,平衙海阁弟子无奈,一起回头望向玲珑。 玲珑微点下头,示意他可以留下。 我是唐杰的兄弟,怎么我兄弟作战,我还不能观看了不成? 又一个声音响起,却是蔡君阳。 这货也当真大胆的很,直接对着玲珑如此说。 嗯? 玲珑先尊原本半壁的双眼微微一张,一看向蔡君阳。 这一眼望去,蔡君阳就觉得,一个黑色漩涡在自己眼前不断放大,拉扯自己,似乎将倔入永不超生之地狱。 心中大害,想要反击,却又无力。 他也是毅力坚韧之人,越是危险艰难时刻就越是不放弃。 眼看着漩涡要将自己完全吞噬,大喝一声,竟然对着自己的天灵就是一掌拍下。 这一掌拍下,震动神魂,就听嗡的一声响,有无数霞光飞耀,心神激荡下,竟从那黑色漩涡中挣脱出来。 这才看到自己还站在原地,只是全身一汗如雨下。 咦? 玲瓏先尊见蔡君阳,竟能自行解困,不由惊讶出声。 喜悦派这些年来,果然是人才被戳啊。 轻描淡写的话语,果卷着龙龙雷音滚来,震得蔡君阳心神摇曳。 知道玲瓏已是再度出手,只是刚才那一眼之微,就要他激发全身力量才能摆脱,这次再想脱困,已是不能。 就在这时,却听一声清朗长笑,先尊何苦对一个小辈下手,就不怕失了身份吗? 正是唐杰。 随着唐杰雨声刚落,蔡君阳耳边雷音骤然消失,那震撤他灵魂的声音戛然而止。 不仅如此,更化作一股力量涌入他全身,让他感到无比的舒心,精神都为之一振。 蔡君阳心中一惊,已然明白,朗声大笑道。 哈哈哈哈,多谢了,兄弟。 伴随着他这笑声的,是玲瓏先尊的怒吼。 唐杰你敢! 原来刚才唐杰的一声阻挠,并非是阻止了他对蔡君阳的出手,更是无声无息地截断了他一丝神念,留在了蔡君阳体内。 结果骇人不成,反肥了蔡君阳一把,这让他怎能不又惊又怒。 倒不是这损失,这点神念与玲瓏先尊而言不过是九牛一毛,但是唐杰能够无声无息地截断,却充分显示出他远超伤人的手段。 要知道,这可是截断出窍天尊的神念,以弱对强,就意味着手段层次的大不相同。 而唐杰一向以来,都是以利有余来补法不足,凭借的就是立法双修,才能越阶挑战。 如今竟有如此精妙的手段,让玲瓏先尊怎能不心惊呢? 他不知道,这正是唐杰从姬瑶仙那儿学到的诸般手段之一。 姬瑶仙虽然心怀祸水,但在指点上却并未藏着。 于他而言,也实在没有必要在这方面坏了自身大忌。 正因此,仅就精妙而言,唐杰所学早就不下于玲瓏, 其玄傲博大,甚至更在其之上。 一缕神念对玲瓏虽是九牛一毛,与蔡君阳却是大不。 此刻快速消化着,他以大笑道, 哈哈,多谢先尊厚策。 此人也当真大胆, 这种情况还敢招惹玲瓏。 玲瓏气得脸色阴沉, 正要再出手, 唐杰已到。 玲瓏仙尊, 今日是你我之战, 你不会忘了吧? 若是你想与军阳决战, 不妨再约十日。 不过在那之前, 还是你我先履行赌约的好。 唐杰, 你我一战, 无论是胜是负, 都算我以大欺小, 明明战斗是你挑起的, 名声却于我不力, 故此战我不予为人观瞻。 唐杰已到, 既如此, 赤退大部分人即可, 但是关心我们的亲朋故友, 还是不要太过苛刻了吧。 诶,正是正是正是啊, 玲瓏仙尊何必拒人于千里之外呢? 一声附和声已然响起, 这次却是纪清风等人在说。 天平一战, 来观战的可不只是野修, 六大派除了天神宫和炼寿门, 其他四派进阶来到。 七爵门, 千情宗, 哪一派都有优秀弟子, 有心借此机会培养他们。 毕竟, 这可是大能之战的, 哪怕只是从中领悟一星半点, 与他们的未来都是受益无穷的。 正因此, 唐杰的说法立刻获得大家的迎合。 玲珑仙尊自己也无意中站到了大家对立面。 虽然他不怕这个, 但是真打起来, 一群人纷纷为唐杰加油, 想想也是不是滋味。 心中虽然愤怒, 却终究只能道。 既如此, 每派二十个名额, 还是三十个吧。 唐杰道, 玲珑仙尊听得大怒, 有心反对, 但唐杰的建议更得人心, 一时间亦只能接受。 没想到这还没完呢, 一个声音摇摇传来, 各大派三十个名额, 我等散修不敢求与六大派相等的资格, 但求能获得三个不知可否。 回首望去, 只见一人摇立远方, 留着三缕长然, 身后还跟着三名年轻人。 见到此人, 灵霄已长声道, 哈哈哈哈, 原来是吴望上人驾到, 欢迎之至。 此人赫然是那曾经的姓花楼之主, 吴望真君。 当年唐杰就从他的手中 抢过一枚吴望字, 并借此误道洞察。 唐杰一大笑道, 上人历临, 不胜荣谢, 三个名额小意思儿, 就算再多些, 也是可以的。 哈哈哈哈, 足以足以。 那吴望上人据着长须笑道, 已是带着徒弟来到喜悦派这边坐下, 与灵霄, 乃是亚海境内一位有名的子府强人。 当年王爵灭的师弟就是冒充白骨门下, 却最终被唐杰弄死。 此人化神之境, 比那吴望上人还高出一戒, 此刻一开口, 就是翻倍的名额, 身后多出的则是六名黑袍弟子。